這裡有一個... 可以看電視嗎? 啊可以了 欸欸欸欸欸欸 超級好 他真的會就急著說你們就坐沙發 你想看電視就看 很難想像我們現在在搬家 可以搬得這麼輕鬆 最後開始了 請問一下 他們要換襪子 音樂 哈囉我是Mao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OK哩 大家有沒有發現今天的背景不太一樣呢? 現在呢我在我朋友家 然後他今天要搬家 其實之前我也拍過我的搬家給你們看 就是大概帶一點流程 但今天他的搬家很特別 所以我一定要拍給你們看 基本上日本搬家有分兩種 一種是像我那種標配 另外一種就是我朋友今天要搬的 叫做おまかせプラ 全部交給你方案 從打包開始到送到新家 他定位這件事情 全部都由他們去 對就是你原本搬家的流程 應該是說你要打包裝箱 然後他來之後幫你搬到新家 你要再拆箱歸位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累的過程 但是おまかせプラ 你是一根手指的都不要動 所以你就是輕輕鬆鬆躺著 這個搬家 特別說是說 你早上去上班 對 你是從舊家去上班 但是你回家是來到新家 但是你的新家已經是完全定位 搞不好比你自己整理的還乾淨了 超神奇 我真的很期待 之前我就一直很想要 嘗試這種搬家 但是他費用會比一般的貴一點 對 因為他主要的那個花費 還是花在能力的上面 因為他們可能這次要派個四位朋友 等一下我不會來一群人 有可能 因為我現在也沒有那麼的確定到底會來幾個 不過他們就是跟我講說 如果我希望這個Course的話 最佳能力的關係 所以在登用上就會大概 比一般搬家還要plus個日幣五萬塊日幣 所以這次我也蠻期待 因為我也是來日本那麼久 搬了大概四次家 也是第一次使用這樣的服務 他基本上就是給第一有前欄的搬家 或者是像我這樣腰受傷 我真的自己不能夠搬家的人 再來就是沒有時間搬家的人 對啊 我覺得我是比較偏向沒有時間搬家的人 這個公司 是這一家要來幫我朋友搬家 叫做Hikoshiwa Art 不對 Art Hikoshi Center 那事前就有先把這個紙箱寄給你是嗎 沒有 這個紙箱其實主要是 畢竟你還是有一些私人小物 或是你不想讓它碰到的東西的話 他希望你自己先裝進去 對耶 對耶 對 我覺得其實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貼心服務 所以他這次沒有寄給我很多箱 OK 我們來看一下我朋友家 現在是到底是多還沒有整理的狀態 你會無法相信他是今天要搬家喔 但小時候就要搬家的人 這是他的臥室 根本就是沒有動啊 我昨天來也是這樣子 暫停一下業配時間 有業配代表我可以持續出有質量的影片 如果你是在日本找房子 不管是租屋買房 自用投資 都可以透過貓貓TV做諮詢囉 請按照說明文的格式 即一秒到這個信箱 由於來信很多 正確的格式 可以讓聯絡有最高的效率喔 等你的來信 好 我們將影片交還給現場 這一個是客廳 百分之百生活感都還在 唯一有工就先把門拆了 因為這個門拆了之後 我想搬家公司的人來搬會比較好玩 因為我曾經我也打電話問他說 我真的不用做任何事情嗎 他說你要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把冰箱清乾淨 看我冰箱什麼完全沒有東西 喔 太空了 太神奇了 他到底要怎麼搬家 你看我朋友的廚房 碗還是這樣子擺著的喔 上面的櫃子也都是他的蒸飯麵 大家最會塞東西的櫥櫃 都是滿滿的 其實我就會簡單做這樣一個簡訊 就是跟他們講說我的家具要怎麼放 然後這是我們家新家的客廳 真的很簡欸 對 很簡 那反正他們看得懂就好啦 然後這是我們家的廚房 はい 嗯 わかりました はい 今日は何人くらい はい 何人くらい 三名で はい わかりました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 他們到了 而且這次是來三位 三位怎麼搬啊 他們要花多少時間來搬這個家 好誇張 因為在我完全熟悉我家的情況下 我自己要搬家 我真的行李到這裡兩個禮拜 我們差不多差不多 對 反正我們就看吧 我們就看他們怎麼搬家吧 他們聽到了 然後他們在下面整理器材 然後整理器材完之後 就這樣嗎 上來幫我們搬了 來了來了來了 はい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早安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我跟他說明哪些不要帶 那主要還是要跟他說明說 我的東西要怎麼放 所以我現在已經解釋完了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真的 就是坐在這邊 對 公主搬家 也可以這麼說欸 那我要開始吃早餐囉 所以你現在是在錄影 吃早餐 對 因為錄女生耶 我想應該是女生 還是 然後女生還有一個好處 因為我本身就是女生之外 畢竟有一些那個衣服 身的內衣 內衣的東西 我覺得男生碰也尷尬 所以這有時候 我會覺得是日本人的貼心 對 一個地方 畢竟男生碰到我的內褲 可能我是一個很敏感的女生的話 我可能就覺得 不要 可是男生也不好意思碰到內褲啊 你這樣講也是齁 不過我特別有把我用 就是已經準備要洗的衣服 稍微放在袋子裡 因為我也沒有那麼的過分 讓男生碰到一些事 那個內褲 哈哈哈哈 穿過的內褲 我好像會放到洗衣機裡面 一把板 啊 這也是一個方法啊 經驗交換欸 這是3名的 一日的女生 麻煩你 麻煩你 我之前搬家的他們並沒有這樣子跟隔壁的鄰居打招呼的這個過程誒 麻煩你 麻煩你 他們在就是沒有要搬走要留在這邊的東西上面都會貼這樣子一個藍色的膠帶做標誌 正式搬家前啊就是搬行李前他們一定會先在你的地上鋪一個這樣的毯子 才不會說掛到你的木地板或是榻榻米 牆壁這邊他們也會用那個硬的塑膠板去把它貼起來 因為門是最窄的嘛 最容易有時候櫃子啊會撞到你的房子也會把你的那個家具損壞 連走廊這邊他們都是有那個防刮的保護 這是什麼 看好可愛喔 不是那種很慫的紀念品 而且它上面還有Miki的那個LOGO耶 對而且它的材質不太像是便宜貨是感覺上非常非常高級 有三種類的東西 白、白、黄、黄、黄 白是一般的 白是割的 黄是直接使用的 如果要在延伸或是直接使用的東西 如果要用的東西的話 如果要用的東西的話 就要用一個箱子 然後用黄的黄的黄的黄 就用了 所以在新居上放在上面 洗面罩盤子都要用黄的 所以 就是除了會鋪地毯之外啊 它們地毯真的很乾淨 這應該每次用完都會洗的那種 一點塵啊 什麼都沒有 顏色也很亮 用這樣子的袋子來裝棉被的 它會先用一個這樣子的塑膠袋裝著耶 喔 因為它要包碗盤怕破 所以它們會準備這樣子一大疊的汁 現在的狗狗 超快的 天啊 啊 這樣子 這麼多碗 它要包到什麼時候 它真的是一瓶一瓶幫你包耶 這是什麼箱子嗎 這是基本包用的 啊 超級用的 你過來看這個 超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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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是有放適合不同尺寸碗盤的海綿 這個就是比較厚的 超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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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我再休息一下 我真的是坐著耶 我們剛剛問到啊 就是這個搬家 要把這個搬空 搬出去 要花多少時間 他說 兩小時 好快 所以你看他們的動作 不是這種粗棒很快 他們其實很細心耶 每個動作都是很輕柔的 速度好快喔 哇 又兩大箱出去了 雖然他們只是說 我們可以坐在這邊休息啊 也可以看電視什麼的啊 但如果我們真的看電視的話 會不會很失禮啊 會不會 所以我們就進來這邊 然後做我們的事情 這裡 看電視 可以看電視的話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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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會就急著說 你們就坐沙發 你想看電視就看 很難想像我們現在在搬家 可以搬得這麼輕鬆 哇他除了幫你搬家 還會幫你擦所有的家具 所以不只是搬家具 你搬完家 就整個是那種全新的感覺 連家具都會變得乾淨 像小家店 他們就會用這樣子的一個 泡泡 包起來 防撞 裡面有一個燈 因為燈的高度超過直升 然後又不能去壓它嘛 所以他就用這樣的方式 也保護到它 而且他真的很聰明 是他助兵做一個凹槽 我這樣至少我還可以很順利 對 我真的覺得這個實在太聰明了 真的 他們歷代搬家的人的智慧 他動作真的很小切 對啊 你不會比你亂亂來 我覺得最能夠感覺到品質的地方 就是那些細節 真的 他連這一些 其實不是那些藝術品啊 這種小東西 他都是這樣子 幾個幾個 包起來 但是不會說贊成一團 其實還需要蠻多紙的 我發現 他們在辦這種衣服的時候 會用一個特別的紙箱 就是這個 你看很高度就是衣服的長度 他就很像一個紙箱衣� 等下他們就會把衣服這樣子一件一件掛上去 這個衣服箱上面寫太太筆記 為什麼是太太才要寫筆記 那先生呢 先生要幹嘛 好簡單喔 他這個很好的事啊 他幫你已經做好一個一個的 就不會說你在搬運的時候 衣服都堆到同一邊 我朋友他自己在搬家了 好啦我只能說我是一個非常勞用命的人 太無聊之外 我無法看見別人幫我 然後我自己坐在那邊 雖然這是一個公主course 可是我們沒有公主命 真的無聊 我朋友去樓下的超市買了 因為他們工作辛苦 現在搬過來的這個是電視盒 這個電視盒 用的用的是 阿開埋葬事室 怎麼做 這東西直接碰到 所以就直接碰到 這東西倒掉 也就是沒有破壞 神道四代 你廚房空了耶 對啊 哇!空 都沒了 他這個就不會幫你拆 這個就自己拆就好 那如果你人不在家裡在上班呢 我就更要仔細 像這種細節的話便是我們 要列清單給他 他會用這種有彈性嗎 然後稍微帶一點厚度的 這個好方便喔 的一個布套把它這樣子套起來 一般撞 軟軟的 而且他們不只有制服啊 連鞋子都是一樣的 すごい 還有這種方法 すごい 欸?硝子 硝子在那裡 這個布的設計啊真的是太天才了 因為它是那種軟的 有彈性所以 它真的可以符合所有的 形狀跟大小欸 桌子他們會先拆 然後到新家再幫你組裝起來 要搬到沙發了 那沙發他們是留給我們休息的嘛 搬到沙發等於說 快搬完了 我們最後還會一再檢查室 我們要掉一些垃圾啊 紫屑的把它撿起來 日本的搬家服務真的太貼心了 日本的搬家服務真的太貼心了 再把門歸位 陽台 空 OK 現在呢就是東西都全部上他們卡車啦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去新家 我朋友的新家 講得好像是我自己搬家一樣興奮 哈囉 這是我家第一位客 太好榮幸了 很舒服欸 這是我朋友的新家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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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換襪子 什麼 靴下可以買嗎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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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搬進來的家具是 沙發 原因是說 這樣子你們可以先休息 真的是天心到爆炸 這個不知不呢 是拿來等一下 紙箱搬進來的時候先放的 就是可以避免刮到這個地板 更不行我朋友搬完家了 可是搬家真的還蠻累的 你明明就很爽 他都幫你全部打包了 我自己打包的超辛苦的 是沒錯啦 我非常不一樣服務 比一般的搬家貴一點 那就是一分錢一分後 如果你有這種需求的話呢 也可以參考一下啦 那這一間搬家公司的連結呢 我會放到說明文 恭喜禮拜玩家了 可以好好休息了